靜靜的時侯就像水 但水是時侯成為濁流的 全都飲み込 放下水魔鬼 哈囉 各位瘋暴拳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吃力與你同在 最近全台缺水 特別是台中啊 不久後就要陷水令了 這套政策下來 影響到數以萬計人的生活 沒辦法吧 就是缺水 在這個非常時刻 帥狗軍做一個跟水有關的主題 所以這支影片會很水 當然不敢 這支影片帥狗要聊的就是遊戲王卡的 S2歐龍 這張卡是由太陽皇的 那個叫什麼意思啊 這張卡是由三折大海使用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張卡的資訊吧 召喚這張卡前我們需要多一點 準備 首先是構成水的重要元素之一 養魔獸 這張卡首次發售於2005年8月11日 元素能源卡包 效果怪獸等級4 風屬性恐龍族 攻擊力1800 防禦力800 此卡因與岩屬性怪獸戰鬥而被送去目的時 給予雙方生命值800點的傷害 氧氣助瀾 所以針對火 效果是個有趣的小彩蛋 輕魔獸 效果怪獸等級4 水屬性恐龍族 攻擊力1600 防禦力1000 此卡以戰鬥將對手怪獸破壞送去目的時 可以從我方排除特殊召喚一隻 養魔獸 整隻怪獸看起來都像是掉進泥巴坑的熊 效果能夠提供精準檢索 或許在他誕生的年代 是一張好卡吧 接下來我們料都準備好了 開始料理囉 這是一張魔法卡 只要解放自己場上的養魔獸跟輕魔獸 就能夠從牌組跟目的特殊召喚水龍 養魔獸跟輕魔獸是物理界合成水的元素 只要發動這張卡 就能夠召喚我們這次影片主角水龍 這張卡也是發售於2005年8月11日 元素能量卡包的怪獸 效果怪獸等級8 水屬性海龍族 攻擊2800 防禦2600 此卡不能通常召喚 只能用間捷H2O的效果特殊召喚 此卡在場上表測表示存在危險 岩屬性和岩族怪獸的攻擊力變成0 此卡被破壞衝去目的時 可以將我方目的的輕魔獸 和一隻養魔獸特殊召喚 這張卡的設計很大程度還原了水的概念 水可以熄滅火焰 所以岩屬性的怪獸看到他都會怕 隔壁棚的小火龍表示 這個我很熟啊 另外當水龍被消滅時 還會變成基礎元素 特別是H2的部分 召喚兩隻輕魔獸 這個比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小細節 故意在廁所水龍出新卡啦 2017年6月3日 傳奇律斗者卡包新推出的卡 水龍團促 水準鏡等級10海龍族特殊召喚怪獸 攻擊2800防禦率2600 此卡不能通常召喚 用劍解魔法劍警卡的效果才能特殊召喚 第一個效果 此卡偷召喚成功的場合才能發動 對手場上的效果怪獸 直到回合結束時攻擊力變成0 不能發動效果 第二個效果 把刺卡解放才能發動 從手排排組 把兩隻水龍無視召喚條件 稍微表示特殊召喚 此效果在對手回合也能發動 兩隻等級8的怪獸 有殺啦有馬 第二個效果 竟以自己為代價 就能夠召喚兩隻水龍 而且更厲害的是 這個效果居然是二速效果 在對手回合直接產兩隻水龍啊 齁齁 舒服 只要能夠用本家的卡片出 一登場就類似禁技異滴的效果 能夠降低對手怪獸的攻擊力 並封印怪獸的效果 這個效果即便對手的怪獸攻擊力是0 依舊也能夠發動產生效益唷 只不過這個控制能力呢 是讓對手不能發動怪獸效果而已 因此怪獸效果本身是還有效的 而且這個效果只管得到場上的怪獸 手牌 墓地 一次元發動的效果 呵呵 團畜表示我心有餘虑不足啊 不過值得高興的是 這個效果依舊能夠影響後續登場的怪獸 啊還有這個效果是管不到通常怪獸的 因為效果來你明確指出 這是對著效果怪獸去的 因此團畜沒有辦法將通常怪獸的攻擊力變成0 面對青眼白龍這樣的美女 團畜也只能下去 講到通常怪獸你可能會好奇 那二重怪獸要怎麼辦 二重怪獸是同時能夠當作通常怪獸 又當效果怪獸的特殊卡片 一般情況下 召喚登場後 他會是通常怪獸 得再多花一次召喚機會 才能夠讓他變成效果怪獸 在這種情況下 官方判令二重怪獸得是團畜的效果 二重怪獸表示 我太難了 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團畜第二個特殊召喚水龍效果啟動時 被連鎖類似手牌斷殺的卡片 從手牌被捨棄的話 那團畜的效果 還能夠順利將水龍叫到場上來嗎 答案是不行 因為團畜的效果 僅能召喚手牌 牌組的水龍 這個連鎖邏輯是 團畜的效果能夠正常啟動 但是在後續執行上 因為找不到特殊召喚的怪獸 因此失敗 小時候打牌時常聽大哥哥說 遊戲王不存在空發卡片效果的狀況 現在長大再來看 這話說的不夠周到 應該說遊戲王可能沒有主動空發卡片效果的狀況 因為遊戲王發動卡片是講代價的 再來下一張新出的卡 高魔獸 水族性等級5恐龍族 攻擊2000 防禦率1400 這個卡名的一二效果一回合 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我方主要階段把刺卡從手牌捨棄才能發動 從牌組將一張 間捷魔法陷阱卡加入手牌 第二個效果 刺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 以我方目的養魔獸 輕魔獸 高魔獸 其中一隻為對象才能發動 那隻怪獸特殊召喚 可以精準檢索專用魔法卡的怪獸 還能夠特殊召喚需要做招的資源 效果很優秀 接下來我們換一個配方 繼續調製怪獸 魔法卡 間捷D2O 此卡名的第二個效果一回合技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從魔方手牌場上解放兩體 高魔獸和養魔獸才能發動 從魔方手牌牌組墓地 選擇一體水龍或水龍團束 是為以間捷H2O的效果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與墓地存在 水龍或水龍團束 從場上送入墓地的場合發動 墓地的此卡返回手牌 比起原本的H2O這張卡會比上一個好展開 另外還自帶回收能力 比起一般的H2O強上許多 看到這邊沒有認真上物理化學課 只認真上健康教育課的同學 可能會一瞬間有個疑問 D2O是什麼 D2O又稱種水 簡單的說它是水的一種 只是質量比H2O大許多 因此凝固點跟廢點都比H2O高 Youtube上有個有趣的實驗 一位用戶分別將一般的水 跟種水做成的冰塊丟到水杯裡 結果一般的冰塊浮在水面上 而種水製作的冰卻沉下去了 還有你可能會好奇 種水人類人喝嗎 結果我看到的資料指出 攝取少量的種水 對人體是不會有多大的傷害的 只不過一旦量開始多 就會對人體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最後會導致人體損傷 所以可以的話還是喝一般的水就好 D2O的成分等等話題 我請都只看網路的文章 並沒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這支影片的內容 各位參考就好 切勿當真 如果想嘗試也千萬注意自己的安全 也歡迎各位專業的人士糾正補充喔 不好意思差遠了我們繼續看卡 化學結合DHO 第一個效果 從自己的手牌目的 讓高魔獸 輕魔獸 養魔獸 各一隻回到牌組才能發動 從自己的手牌目的 選一隻 水龍 團畜 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把目的這張卡除外才能發動 從自己的牌組 目的 選一隻 水龍 或者水龍團畜 加入手牌 能夠從手牌跟目的大量回收資源 這張卡在目的中將自己除外 也能夠主動從牌組抓怪獸 是一張很方便的陷阱卡 至於DHO是什麼呢 這裡指的是半種水 也就是密度沒那麼高的中水 最後再聊一下三折快遞這個人吧 我記得他是 消失在105集OP裡的男人 被老婆設計啦 你在做什麼啊 嗯 那我在浮水啊 你覺得台中會下雨嗎 這樣說 這陣子都不會下雨 應該是不會下吧 那如果下雨的話你要幹什麼 下雨 你覺得會下雨嗎 下雨 那我剛才亂機有沒有開機的事情 我媽也擺會機拍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先給大家看到最後 跟大家預告一下 不久後帥哥會更新一支跟拉麵有關的影片 如果不想錯過更精彩的內容 那個訂閱鈕跟鈴鐺全部通知 請多幫我照顧一下 那麼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 See you